大家好我是Alex 先前我出了一條片是鳥攝練習場的 主要是介紹青衣公園 適合新手去練習打雀 亦適合資深影友去拍雀仔 如果大家想重溫的可以看以下的連結 今次和大家介紹就去沙田中央公園 我覺得這個地方亦是鳥攝練習場 今集看到的照片都是沙田中央公園拍的 因為冬季,所以拍照的時間亦沒有限制 不同夏天 因為夏天非常熱,太陽亦非常猛烈 所以雀仔只會在比較早的時間和黃昏之前出沒 如果是正的時候,想問雀仔也很難 而近來的天氣,基本上全日都有機會有雀仔出現 但如果你想比較密集的雀仔 就建議大家收到1點前來,又或者2點之後 雖然在公園拍雀仔,影響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雀仔是長住在公園的 但亦不是經常被你見到 雀仔的出現其實都是一輪輪的 有時半個小時,甚至1個小時 你都見到水靜鵝飛,沒什麼動靜 但突然幾隻或一群的雀仔又會出現 所以拍雀仔都很講耐性 而器材方面我建議比較簡單就可以了 因為不適合用這麼大的鏡頭去拍 因為會阻礙人,亦都比較外眼 而拍雀仔在公園裏面,我們都需要走來走去 如果太重的器材,都不方便我們走動 我建議打一支長焦距的Zoom鏡就可以了 譬如有些150-600,100-500,或者200-600 而我自己都有兩個選擇 因為我會用Canon,Sony 而Canon的RF長焦距Zoom鏡 有100-400,100-500,和200-800 而定焦鏡,非大炮的就會有600mm的11光圈 和一支800mm的11光圈 我的選擇就是用100-500比較適合 因為焦距相對會長一點,而鏡也比較輕巧 而Sony的組合就比較多一點 可以用新出的70-8.8,加上1.4或2成 這個組合又輕便又高質素 又或者直接用100-400這支鏡頭也蠻好用的 而我比較喜歡用200-600mm鏡頭 因為它最長可以到600 有時小鳥比較遠距離或小隻 都可以放大率比較大些 但這支鏡頭本身是比較重的 有2.1kg左右 如果長時間手持 又或者等著鳥的動作才按鍵呢 穩定性就會差一點 很多時候都會有少許手震 所以我建議可以用一個單腳架 折一折力 打一折的鏡頭都差很遠 最好就配上一個單腳架專用的雲台 我那些就叫二圍雲台 只可以在上下搖動的方向 挺好用的 另外我就不建議用三腳架了 因為三腳架比較瘋 有時會阻礙著條路 而我們走來走去呢 用三腳架也不太方便 一個單腳架 搖那支鏡頭 如果要走的時候 只要將鏡頭放在肩膀上面 握著單腳架就可以走 而近期我就比較喜歡用Sony伸出那支 300.8GM鏡頭了 因為這支鏡頭特別輕 只是1470g 是同級之中最輕 和以前的Sony 70-8.8GM第一代比 都差不多重量 但它已經做到300.8了 真是非常難得 除了300mm有2.8之外 如果覺得不夠長 還可以加上增距鏡 如果加上1.4增距鏡的話 它有420mm 4光圈 也是一支比較長 也是大光圈的鏡頭 甚至乎有需要 我還可以加上二乘增距鏡 鏡頭就變成600mm 5.6了 那就變成一支很流行的大炮了 而沙田公園因為交通方便 而隔壁就是商場 方便吃飯休息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或看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 大家分享一下 未到的頻道記得一定要回 也要按個鐘仔 第一時間可以收到上載的通知 大家就慢慢看看吧 無策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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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